哈囉 歡迎大家今天收看TTA新創好物開箱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陳飛鴻 防疫期間待在家 生活防疫格外的重要 那麼當然今天我們分享的主題就是 生活防疫解決方案 今天特別挑選了三項的好物要跟大家分享 在此也特別感謝TTA台灣新創科技基地 一路以來不斷地扶植台灣新創的公司 我們可以發現台灣的新創裡真的不容小覷 所以你們準備好了嗎 讓我們一起來開箱 Let's go 好 是的 我們今天現場可以看到我們有非常多的好物 待會我們挑選三個好物來跟大家分享 當然沒有白吃的午餐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主辦單位要我能夠來猜謎一下 我手上已經有五張的答案卡 待會我們隨機抽了一個箱子 裡面有一個謎底 我們要一起來猜一下究竟是什麼好物呢 我先選離我最近的 OK 打開來 我看一下喔 裡面的部分呢 我可以看到 有一個貼片跟一個溫度計 大家有猜到是什麼嗎 我來看一下喔 目前我們有幾個MIDI 可以看一下喔 我猜應該也不是空氣清淨機 智慧的寵物廁所嗎 不是 抹沙盆嗎 不是 No 不是先生 啊 是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穿戴式的智能體溫計 是的我們今天特別歡迎到我們的IVcare的創辦人 來到了現場喔 是 聽說啊 我們今天這個好物 它非常的火紅喔 不論是目前在許多的居家醫療 甚至在醫療的體系 它都幫到非常大的忙 不管是人力物力甚至啊 很多的感染的風險都大大的降低 是 我很迫不及待想要趕快把它打開來 是是 因為聽說它有全世界最小對不對 對沒錯 到底有多小 來來我們跟你們 我們邊拆 我們一起來邊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的 那其實呢 我們開發體溫貼片 一開始所針對的對象 就是小寶寶 以及婦女朋友們 要兩次寄出體溫 這就是我們公司在創立的主軸 就是輕鬆照顧所愛的人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好的 對 好小一個喔 你們有看到嗎 我有帶50塊來做個比較 對 哇 真的很小耶 50塊小一些 那我們把它放下來 然後我們邊 你說它是專門是照顧所愛的人對不對 對 因為在小寶寶的照護呢 如果是像感冒發燒 在半夜要量測體溫 對小寶寶跟家長其實都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遠距能夠監測體溫 自動化監測 有預警的時候呢 再通知家長去看 就可以降低父母親跟小朋友雙方的負擔 以及女性要量測體溫 就可以在睡覺前 配戴著睡覺起來就已經量好了 那最近由於疫情的影響 所以我們也很榮幸的 能夠進到台灣前幾大的醫學中心 對 那在負壓隔離病房實現了遠距體溫監測 不需要近距離的去監測 其實有統計一個數字 就是如果有了遠距的體溫監測的服務進去呢 每天大概可以省下2000件的防護衣的損耗 哇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在黏貼的時候剛有提到嘛 說就是不管是婦女啊或者是寶寶都可以 那我們在黏貼的時候因為寶寶的肌膚 他都比較什麼比較嫩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試著黏一下嗎 可以的可以的 幫我們來示範一下 那其實呢 因為我們也在台北非常知名的月子中心 有了400個小寶寶的使用 所以我們在使用貼膠呢 跟3M合作一起挑選的十幾款 最終選擇的這一款 現在在小寶寶上面使用是沒有任何問題 那這一款呢 其實 因為是3M的 所以我們也很 能夠讓消費者明白說 其實呢 我們在選用料的部分是非常的講究 那他在黏的時候啊 如果說比如說有所謂的 清洗洗澡或什麼的 他會不會有受到影響那個黏性啊 還是流汗 有的會流汗對不對 他會有一些影響 有的 所以說呢 雖然我們有IP34的防水等級 但是我們還是不建議 在洗澡的時候去做貼著量測的東西 把那拿下來 因為在洗澡的時候量測 事實上也是 不是有太大的效果 是是是 那我想問一下 我們在這個充電的部分 因為他體積那麼小嘛對不對 那耗電量跟他的 比如說充完電量 我們可以一次使用多久啊 好的 我們充一次電 從最沒電力充到最飽 大概是需要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 充飽一次可以使用36到48個小時 哇 就一天半到兩天的時間 那很棒耶 是的 OK OK 所以在月子中心 以及在照護的各個場所 很期待想趕快黏在身上 到底什麼觸感 在我們的這個APP畫面呢 只要我們體溫貼片 一開機之後呢 等於按一下這個鈕它就開機了 馬上就有溫度出現了 馬上就有溫度出現了 有耶 你拿著它馬上都感應得到 沒錯 那一般我們會貼在身上 我們會貼在一下 但是現在demo時間 我先貼在手上 好 我們貼在手上 那這個呢 跟各位介紹 我們是使用 精確度最高的感測器 所以我們實現了 精確度正負0.05度 因為我們為了要讓女性 能夠用磁裝置兩側 記住體溫 所以這麼精準的功能 是必要的 真的很厲害耶 正負這樣0.05 哇很厲害耶 然後呢 再跟各位做一個demo就是 假設呢 我們這一支手機 是父母親或者是照護人員 在遠處在做機器 做監測的 這一支呢 是像保母啊 或者是在當地 為小寶寶或者病患 做監測的 用的裝置 但是因為我們有了雲端的監測 所以呢 您可以看到 等於直接在上面呢 就算我們距離比較遠 很不在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它的狀況 其實不然有著像一些 小資族 上班族 其實如果想要了解寶寶 或是長輩 其實有時候你要再跑回來 量真的很麻煩 但是其實這個 就省去了那些的時間 沒錯 我們有一個雲端 遠距監測 其實呢 這個體溫 就會在另外一支手機上面 做呈現了 而且這支手機呢 它可以連結更多 需要遠距監測的帳號 所以像現在另外有兩個 是沒有顯示的 因為他們兩個現在 不需要監測 所以一旦他們在 不管在世界各地 只要一開了 再做連線了 我們同時間可以做監測 等於是可以多人 一對多 對不對 一個手機就看到 那等於對一些醫護人員 更方便 因為很多的病患 他不用一個一個量 對不對 如果每一個人量 那真的是花得好 一個人三分鐘 四百個人就一千兩百分鐘 哇賽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棒耶 而且呢 其實我們也有個 重要的就是 趨勢的判讀 趨勢判讀就可以知道說 像用了退燒藥 或者說打了預防針 像現在在打一些 COVID-19疫苗 是不是讓他會有發到現象 他就可以由趨勢去判斷說 現在突然的高溫 高溫預警是 這支手機 跟遠距的手機是同步的 只要這支手機 發生了預警的機制呢 另外就是手機 其他監測的手機 也會跟著做預警 哇這個真的是 非常的貼心 我覺得真的是 所以以上的總結 我覺得真的是 它的體積很小之外 它的續航力 它的電力又很長 36小時 那同時它的準確度 正負0.05 哇我覺得真的是太棒了 真的是台灣之光 所以最後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 大家關注的是什麼 就是呢 我們今天都來到這個節目 有沒有一點優惠 能夠帶給我們今天現場 說幹的時候的朋友們 肯定有的 有嘛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我們隔天來到這邊 真的非常好 我們在這個轉門上 可以看到非常多折 不管是七折八折九折 打到骨折 但我是不需要你骨折 太嚴重了 太嚴重了 所以我們在轉之前 我們的口訣 我們大概念完這個口訣之後 我們就直接轉下來 好的 看看 我們究竟今天的優惠是什麼 好不好 我們口訣來囉 準備 1 2 3 Spin the Wheel 究竟是什麼 友情價七折 Lucky7 恭喜大家 記得趕快去留言板留言喔 真的非常的感謝你們各位 謝謝謝謝 那麼當然呢 在這個 我們介紹完這個之前 我們還有下一個好物 那下一個好物 我想要請我們的個人 稍微做留步一下 我們一起來猜一下 可以可以 我的這個呢 答案卡在你手上 待會呢 我找出來之後 我們會有謎底 我們來 你來選一下到底是哪一個 好 沒問題 你既然都拿這個答案卡 我再挑我這邊的好了 等我一下喔 打開這個 好 這個很特別 它這個謎底是 一個口罩 還有一個盆栽 究竟是什麼 應該是健身吧 健身 戴著口罩健身 這個 空氣清淨機 對沒錯 就是我們的空氣清淨機 是的 我們都知道現在的防疫時代 我們要一個良好的空氣 是很多人都在追求的 當然在市面上 我們也看到 有非常多的空氣清淨機 的種類 跟類型也非常多 比如大家熟悉的 比如有臭氧的功能 負離子的 甚至還有UV紫外線等等 那麼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 Pierce AI 它呢 技術是跟電 有相關的 究竟它有什麼樣獨特之處呢 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到創辦人 來到現場啦 讓我們用掌聲歡迎我們的 Dr.陳博士 陳台商博士 有請 你好陳博士 我們今天 我們一看到我們今天這個 歷代這邊的這個好物商品 有沒有就覺得 本身就是一個時商品 我剛在旁邊看到之後 在設定的時候 就覺得 哇 好漂亮喔 對不對 我們首先呢 在開箱之前也請我們的陳博士 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它的這個 核心的技術好不好 我們這一款清淨機 就是屬於靜電集成類的一個 空氣清淨機 那靜電集成它其實簡單來說 它的主要的一個原理很簡單 就是它是透過一個放電 讓這個污染物它沾附上的這個 負電荷或正電荷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中 它會經過一個強制的一個電廠 那 例如說你帶了一個負電 你就會被正電集收集 那帶了正電的就會被負電集收集 大體上就是 原理上很簡單 就是讓這樣東西帶電 後面給它一個電廠 強制收集下來 那這個其實在很多火力發電廠 幾乎是標配 所有的火力發電廠 中物染工業 都是用靜電集成 所以等於說用這個電的話 其實它的那個耗材度 它就不會有什麼樣的耗材 是 這個真的很棒 那代表它其實可以做到一個很永續的發展 因為有一些你可能要換那個濾網 濾枝 如果它是用電的方式就不用 而且我剛剛發現到有一個很貼心的 就是說這個我買回來之後 你打開了它是用抽拉式的 一拉就 感覺很便利很方便 我們也請博士人 來跟我們一起來介紹一下好不好 來來來 很漂亮 我本身看到它就是 真是一個時尚品的感覺 那它在操作上 是怎麼樣的操作 可以教一下我們嗎 對 那基本上我們在設計上就是 盡可能就是說 讓使用者是好操作的 所以它在操作上很簡單 就是電插下去 然後就按下去 那按一個 例如說我們長按 1.5秒 那它就會開機 那這樣就開始了 好 我們有線對不對 所以它就直接開機 你說等於5秒鐘的時間 對不對 來先幫大家看一下 它旁邊有兩個凹槽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是一打開 它就整個 它的這個 就在這邊了 對不對 這是一個雙套管 它就是正負電極雙套管 所以它會 髒空氣在中間通過 然後被裡面 正極 就是把那些壞的不好的空氣 細菌給它消滅了 對不對 哇塞 真的是非常棒 所以它清洗 基本上如果說一些髒空氣 其實用擦拭的就OK 如果真的很髒 再用水清洗就好了 對不對 那特別要講一下就是說 像這個 因為它這個是高壓電 它這個大概有4000V的一個高壓電 對 它跟一般用濾網式的來講 最大好處就是 它吸到髒的東西 它本身因為在高壓之下 它會 取到一個滅菌的一個功能 就等於是 自掛一個滅菌的一個功能 好 我們來一起來開 因為現在已經插上去了 我們一起開機看一下 啟動電源 而且我想感受到它的風速 到底是什麼 等它一下 它上面這邊就有 直接是顯現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什麼 這是PM2.5的濃度 它直接就可以去 那它的這個距離呢 它偵測孔是在後面 從這邊偵測 是 有 就是髒空氣從上面吸線 我們這邊有個偵測孔 因為這個設計理念就是說 我們風是往前吹 夏天當天山 這個風速滿強的耶 滿涼的耶 它還可以調風速 還可以調風速 那現在這個是 這個 我們內建TFO就是 智慧模式 智慧模式 所以空氣比較髒它就會強一點 空氣比較好它就會慢慢往下降 我們給大家看到一下 這邊有個數字對不對 它就直接可以去測量出 你在這個附近的PM2.5的濃度 這真的是 很棒耶 因為現在都很講究 這個空氣的品質嘛 而且它就是說 跟一般的有的 比如大台的那種清晰機不一樣 它很小 我覺得它就是 真的攜帶也方便 如果有些商務人士 如果你可能不是在家裡 你出外辦公 其實放在桌上 其實滿時尚的 睡覺的時候 在有的飯店有時候會過敏 對不對 放在那個床頭 很棒 重點是滿舒服的 謝謝 而且沒什麼聲音 我這邊這樣聽其實 還好 這個睡覺其實也不會打擾到 有一些很怕的是 那個機器它的聲音 這樣就有的比較大聲 對 所以我們這個設計 為什麼要特別往前吹 它其實就是 針對使用者 因為它等於用乾淨的空氣 去覆蓋我們使用的一個空間 它跟一般空氣清機 有的是往上吹的 設計的理念是不一樣 它是 往上吹就是 用一個循環的力量 來進化這個空氣 那往這邊吹 小型的 一般要採這種方式是比較好一點 用乾淨空氣直接覆蓋 來吸釋這邊的佔空氣 這樣的情境是比較直接一點 畢竟我們人在辦公 我們就直接 直接直接呼吸到了 對不對 那在這個部分 它如果說 我們一般如果我們要去了解這個附近或是偵測 它有沒有所謂跟它應用的一個APP 有 也是有的就是 對 這個版本是有APP可以連線 有APP可以連線 它也會像這種 配對 藍牙的配對 藍牙配對 那配對以後 是 它一開始會問 就是一個保固的一個申請 那包含有些問題或 需要跟我們反應或溝通 都可以這邊來直接看 而且它的地區性啊什麼 它其實都可以直接 哇那它就幫你說紀錄下來 像這邊會有告訴你 你所處的地區的 目前室外的空氣品質 這個資料是從環保署的監製處 那像這裡就是新北市 今天空氣不錯 那這個地方 就是這裡偵測到的一個數值 我覺得這樣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我也想訪問你一下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因為現在疫情嘛 我們比較少會去辦公 出外都在自己的家裡 那除了在自己家裡之外 它有沒有什麼樣延伸的其他的功能 針對這一款 因為我們這一款是設定 就是辦公室居家都可以用 所以我們針對它開發的三種套件 那第一款套件 就是費石加活性碳的一個分子塞 那它有什麼樣子的 它主要可以去除臭味和甲醛 那這一顆裡面是有費石 活性碳 貝長碳 還有台南官田的菱角碳 它放在裡面 另外這一顆就是一個 擴香的一個木塞 擴香的木塞 它就是一個別美白辣木 石木錫做的一個木塞 放在這邊 那可以把精油滴在這上面 精油 這個我一打開就聞到它的味道 很香 防紋耶 我本人最需要這個了 對這個是防紋綠塞 對 這個很有趣的就是說 我太太她常常在 參加她媽媽團共 他們會去買 中藥房配置的這個防紋綠塞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這個效果還不錯 新竹有個百年藥店 他們配置的一個配方 我們跟她進行一個合作 幫我們特別開發 那當然我自己本身呢 除了在居家之外 其實我自己本身有在開車 我常會在車上的時間 會比較長 有時候見客戶等等 所以這有沒有一些 關於是可以放在車上用的 這一款我們有開發另外一款 就是比較小一點的 因為車上的空間的 指標污染物 跟我們一般居家 是比較不一樣一點的 車上更重要的是 這個除甲醛的一個能力 對 那除甲醛來講 最簡單是用吸附 例如說活性碳這些方法 那它的話就是它可再生 就是它可以不斷再生 因為這麼小台 它一定要能夠再生 萬一買來 例如說幾克 它可能只能用 例如說一個禮拜 那可能就不行 所以它本身除甲醛是可以再生的 它的這個打開跟這個是在上面 對 不太一樣用轉的 所以這款比較focus在除甲醛的一個能力 OK 在這個 對對對 那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可再生的分子塞 是 車上型的設計就是說 它是可以用在 這一個大小 是我們那時候特別去量過 所有的杯架是都可以放進去 都可以放進去 讚讚 所以它的功能跟這個也是一樣 也可以有一個專屬的app連線 對不對 側上型的是沒有app的 側上型沒有app 就是這個是有app的 但是這個的話 它其實有像剛剛說的出甲圈 然後簡單的出PM2.5的能力 那在哪裡可以買得到 這個在我們官網都可以買到 官網都可以買到 還有PC用也可以找到 都在電商上面 所以呢我們各位的觀眾朋友 大家有福了趕快去留言區留言 那麼當然今天呢 我們請到我們陳博士來之外呢 我們今天也有我們的優惠 好的 那麼當然我們要感謝我們陳博士 幫我們去介紹 這個真的我自己本身喔 結果也是很想趕快去訂購 那麼當然我們也看到我們的轉盤了 我們也請陳博士 幫我們一起來轉 好不好 1 2 3 spin the wheel 轉下去 哇老闆說了算 老闆 今天到底要給出我們什麼樣的優惠 老闆要說了算一下 老闆不能反悔 老闆不能反悔 我們全部的人都看到這個連結 對不對 我們今天呢有什麼樣子的優惠 基本上的話就是輸入我們這個專屬的折扣碼 在我們官網訂購 可以折價 1100 1100塊 掌聲鼓勵一下 聽說是說我們在我們7月31之前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到官網上訂購的話 那有任選兩款的這個清晰機 我們就直接代碼 那代碼是什麼 代碼就是大寫的這個 TTA 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折扣1100塊 哇 真的是 好康道秀 大家趕快去留言 好嗎 那麼當然今天也非常感謝我們陳博士 來到這個地方 那麼我們下一個呢 也有一個好物 那麼我們也要來點互動 我也希望我們的陳博士 這個好物呢 我剛剛都開在這邊 我想要你幫我開一下你左邊 看一下裡面是什麼 這是一個謎題 對 我們一起來猜一下到底下一個 下一個是什麼東西 那我開到 對的你看 打開來給我們的鏡頭前的觀眾朋友看一下 哇 是個啞鈴 啞鈴還有什麼 這互玩 那到底是什麼咧 我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互玩 其實這個非常好猜的對不對 就是我們的互動體感健身 好的是的 我們今天來到最後一個好物了 我們都說現在的時期啊 已經說我們不是拼的是財力體力 拼的是什麼 免疫力 那怎麼樣呢 能夠提升我們的免疫力最好的方法 當然我們都提到說運動了 當然我們現在居家運動很多的商品 而今天我們要介紹的UNIGINE 我們今天的這個商品呢 跟其他有何不同 又有什麼樣獨特之處呢 我們今天也特別邀請到我們的創辦人來到現場了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UNIGINE的創辦人 林玉傑執行長 歡迎 歡迎 那我們執行長 我們聽說啊 我們UNIGINE現在的這一個的 互動的這個健身啊 有在健身界有Netflix之稱 我光這個名字聽到就 好想看這到底是什麼 我們可以請我們的執行長 跟我們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OK 因為我們一直認為就是運動這個事情啊 它因為它有一定的這個反人性的這個行為 所以呢 運動怎麼樣讓大家喜歡運動呢 所以我們認為把它變得好看 變得好玩 變得很方便 變得很有效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開發出我們UNIGINE這個系統來 那它為什麼之所以說叫做Netflix呢 是因為我們的整個平台 它是開放給所有這些教練 他們來上架自己的內容 上完架自己的內容之後呢 透過我們技術的賦能 把它傳統的傳統的影片 變成是一個互動的遊戲 然後再共享給所有的大眾來使用 而且我們有聽說啊 以往其實都是 合作是跟有線電視的合作嘛 但我們今天啊 我們是第一批怎麼樣 因為還沒有開始 我們有第一批測試之後 要在網路上 對不對 我們今天是第一個開箱的 太開心了 所以呢我們也請我們的執行長 帶著我們一下 我們開一下我們這個APP 它到底是有什麼樣子的功用 然後怎麼操作 好不好 來來來來 基本上呢我們在這一代 這個在2021年 我們準備Launch的這個手機版 它是為了解決幾乎是 把所有的這個硬件門檻全部消除 你只要有手機 你就可以用非常方便有效的方法 就直接下載我們的APP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看到 有非常多不同種類的課程 你在下面有非常非常多老師 我們現在已經有相近 一千七八百堂課程在上面 哇一千七八百堂 哇塞 這是因為有很多好的老師 願意跟我們合作 因為我們在事實上在幫這些好的老師 讓他們有更多的舞台 更好的舞台 然後產生更有附加價值的內容 那麼所以有這麼多老師 跟我們合作 從小朋友到英法族 那更不用說這些爸爸媽媽呀 年輕人的街舞啊 這些我們這些老師都有 而且都是非常專業的老師 都是你聽過的這些非常有名的老師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在這個上面 其實一打開它其實介面 我剛看到一下 它的介面其實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時尚 而且重點是它很清楚 等於說我們如果說 不管是長輩們 或是說其實是年輕人 其實它一打開來 就可以照著這個上面 去選舉它要的課程 是是是 而且我們還會根據你的profile 去幫你建議你適合的課程 你喜愛的課程 你練過什麼 你如果一直練瑜伽 有新的瑜伽課程 我們會也給你一個 非常Telemaid的一個program 的suggestions 他去追蹤你 對 我推薦你 什麼這樣子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你在 課程很多嘛 所以你也可以搜索 是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完全是一個大的data base的structure 來讓你去操作 方便的操作這些海浪的內容 是 那但是呢 內容多還不夠 一定要好玩 對 對 一定要互動 讓你玩起來能夠有成就感 讓你能夠即時的看到你的這個表現 你的成績 你跟教練差在哪裡 你能夠跟你的家人 一個在台北 一個在高雄 可以遠程對戰 你可以老師 可以即時的 來糾正你的錯誤 我想這些都是 遊戲化的一個非常必要的功能 不過我覺得持進展 我們講到這邊 我覺得我們光說不練 這樣真的是沒有辦法幸福到大家 不如我們就直接來挑戰啦 太好了 是我是不是 我也是你 當然有你來體驗一下 好沒有在怕的 我來幫所有的我們的觀眾朋友 來體驗一下 戴上這個護腕 所以我已經看到了我們的螢幕 我們的螢幕這個部分呢怎麼樣 它呢本身就是 已經有一個對比的 一個看得到我的自己了 然後它現在有一個動作 我就舉起來 有了 亮上綠燈的對不對 對 馬上它就可以有了 有一個教練 我可以看到這個教練 在跟我講話 不知道我是一個hip hop 來來來來 這個老師是不是很有名 對 他是Under Armor的專業教練 哇 專業教練 對 這是一個橄欖球運動員的訓練課程 哇 訓練課程 我沒感受到 好像全天都熱起來了 光動這個十秒鐘 光動這個十秒鐘 馬上還有再一個 不過我覺得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這個介面 非常的漂亮 比較不會枯燥乏味 對 而且這個整個老師的 這個身體 都像火焰一樣 一看到就是 想要叫我挑戰它 我覺得應該是身體最多人 看著我就是 運動的 哈哈 是在左手邊 它還有運動動作的預告 然後右手邊的角落 你會看到你自己 有 還可以看到自己的動作 對對對 還有 哇 排左右的 然後在右上角呢 它事實上就 即時的在幫你打分數了 就已經在打分數了 對 已經在打分數了 你待會看到它會pop up你的分數 那我不能丟臉喔 好 我開始認真了 太晚告訴我在打分數了 不過真的這樣動態已經在流海了耶 接下來第二個 快速左右踩踏 左右踩踏 好啦 這應該是最後一個了吧 直運長 對 加油 最後一個了 我真的覺得如果在家裡 有一些小朋友 可以一起來互動一下 很好玩 我們一起來坐下來 來聊一下好了 哇 你說一下我真的覺得 全身有被運動到 OK 所以它這個現在就已經 剛剛的做完 就已經開始 對 就數據出來了 是的 它即時把你的運動數據抓出來 然後直接給你反饋 你才會有成就感嘛 是 所以你的排行 你的分數 然後包括你的整個動作正確率 它會讓你很快的看到 你跟教練到底哪裡一樣 哪裡不一樣 它把你的骨骼點 跟教練的骨骼點 做一個即時的比對 對 那麼這樣子的話 你有知道哪裡動作不正確 你下次再練的時候就可以改進 而且它是不斷的在回放 對 然後它有動 像你剛剛說的動作的準確度 是 百分之多少 的確有看到另外一個骨骼 對 可以調整 是 那糾正這個呢 糾正呢 可能就是你的這個精彩 基本上是比較好的動作 糾正呢 就是你特別要注意 因為你的跟教練差別比較大的 低於60分的 比如說這個30幾分 你就表示這一段 你可能這個動作不是很標準 然後你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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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棒耶 我覺得剛剛這樣體驗下來之後 發現說 如果說透過一個這樣子的 運動的部分 我們可以全家提供起來 同時你還可以變成像遊戲 跟著其他不同的用戶一起來 那重點是 這個帳號我是 其實是全家都可以一起使用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帳號 每個東西的帳號 對 你會考驗你自己的帳號 因為這個帳號是屬於你個人的 把你自己的運動數據存下來 你可以知道 我這個月我消耗多少卡路里 我的成績成長得怎麼樣 我是不是越跳越好 是越跳越差 對吧 那麼我可以記錄我今天 我這個月我到底上了幾堂瑜伽課 我做了幾堂博集課 我做了幾堂體能課 這個都會幫你儲存起來 所以我覺得發現說 除了它可以回放 又可以幫我們把數據儲存下來 所以呢 接下來這個時間呢 就是所有的觀眾朋友 最在意的 就是我們的優惠啦 尤其我們的Spin the Wheel 我們要請我們的郁姐執行長 來幫我們轉一下 這個部分 好 OK 1 2 3 Spin the Wheel 體驗不用錢 老闆 這個體驗不用錢 真的是很大筆耶 那也沒辦法 不好意思我們轉到了吧 太棒了 掌聲鼓勵一下 趕快留言留錢 那我們這個部分 體驗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樣子說開始啊 幾天啊 我們預計現在是 中華電信是在9月份上線 上線之後大家就可以開始來 接受我們的服務 非常方便 非常容易使用 你只要下載這個APP 打開它 注入你的性別年紀 身高體重 那你就可以開始計算你的 開出你自己的個人的運動帳號 把所有的你的運動數據 都存在你自己的帳號裡 OK 好 所以呢我們也看到了 今天老闆都 就是已經講出了 體驗不用錢 所以我們在留言區 前10名留言的人呢 我們可以享有這次 14天的優惠的免費喔 趕快來體驗一下囉 好不好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到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我們的新創聊天室啦 是的 我們今天來到節目最後一個環節 就是我們的新創聊天室 我們再次把我們三位創辦人 都邀請到現場了 歡迎他們 當然呢我們都知道 人因夢想而偉大對不對 我們在創業的過程中 一定有非常多的挑戰 當然呢我們最初的那一個理念 是什麼支撐著你們 能夠往前進 我相信也是每一個 我們在創業過程中的人 都想要了解到的 所以呢 我們最後的時候 我們想要邀請我們每一位創辦人 來分享一下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什麼樣子 一些的其實那個小故事 或是什麼樣的理念 支撐著你 好不好 我們先從我們的Glen來分享一下 各位觀眾好 那很榮幸我在這裡 跟各位闡述我們創業的理念 是 那其實事實上呢 是從10年前 我太太因為不容易懷孕 那需要做不少的治療 或者是說想要看看身體狀況怎麼樣 需要去量測基礎體溫 那量測基礎體溫 是一件很繁瑣 很煩人的過程 必須每天起床 最好是固定一個時間 那在不能動 不能講話 不能起床的時候 拿枕頭下面的蛇下提溫劑 含在嘴巴 含了5到10分鐘 每天都必須這樣子 這過程其實我們就很煩惱說 到底有沒有一個很合適的裝置 可以讓女性朋友們 可以在睡覺前就帶著 睡覺起來就已經良好 那但是呢 隨著我們 因為那個時候科技還沒像現在 不管是穿戴式裝置 對 不管是行動裝置如此的普及 所以那個時候就算要創業 沒有那麼好的環境 所以呢 其實我們就等到了 要創業的那一天 結果那個時候 小朋友已經出生了 很順利的 但是我們量了兩年半 我們知道這其中是非常的痛苦的 所以前面都要付出一些代價 那小朋友出生又是另外一種 需要去照顧的情境 不管是因為腸病毒感冒 或者甚至打預防針 都會有發燒的現象 所以等於說這個呢 除了是我們醫護人員的救星之外 也是所有眾多男人的救星 所以不論實際 因為量紀錄體溫 雖然是女性朋友的事 但是因為他們要挑鬧鐘 會找到 找到先生 很麻煩 那小朋友因為量測 其實雙方的一個生活品質的低落 小朋友要量測 那個時候是腋下體溫計 或者是耳溫槍 其實如果在半夜睡著過程 如果要量體溫 還是必須要做這些 稍微侵入性的事 他們還是會被吵醒 特別又是父母親 隔天要上班 半夜還必須要一段時間去看 去量測 其實這個雙方品質是非常低落的 所以我們都說我們的科技 怎麼樣 最終它都會是服務我們每一個人 讓服務更貼近一些的人性這樣 所以在這個部分 可以看到對你對太太的那個愛 同時你發明出來之後 對不對 他又可以去幫到很多全人類 那當然我們的陳博士 我說你當初對於這個空氣 是本身會過敏嗎 還是 我過去是在工業院服務 那有一個時間我到國外去交流 大概半年的時間 那我以前其實是不會過敏的 但是在國外住過 不知道為什麼回來睡都不服 就過敏很厲害 那時候過敏厲害的時候 我是每天戴口罩睡覺 那我本身就是想說 那我就買了一些空氣清機 那大概是比較大型的放著 但是我睡覺的時候還是沒辦法 我也不能放一台很大台在我旁邊 這樣吵我 因為我在工業服務 那我們就覺得 我再找一下市面上小型的 大概14年那時候 市面上小型的其實還很少 就是說 即便有也大部分都不是屬於 可以除PM.5的技術 那時候我們就跟工業院申請 就是說可能這是一個做法 那我們就去提出來去研究 因為我來看的話就是說 對我們這種過敏性比較 比較容易過敏的人來說 體質 就是說我隨時都需要一台 我可能家裡需要一台 我辦公室需要一台 所以那時候就是 因為這樣因緣機會去開發 然後開發出來 那就是選用 為什麼會選用無耗材 當然就是說 因為小台如果你用耗材 如果是HIPAA 那它其實很容易就是 Loading過重 你需要得償還 因為它能夠容納面積太小了 所以那時候才會選靜電基層 那靜電基層其實是一個 在火力發電廠是幾乎是標配 是廣為使用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說想辦法把它微型化下來 而且讓它不會有臭氧來影響人 就是解決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微型化 第二個是解決要臭氧的問題 然後再做成小台 所以我發現說真的 其實現在很多都是從自身 在生活中你會發現到 有些小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而從這個方面去延伸出去 更貼近於生活 同時都是更便利 然後體積又更小 那當然最後呢 我們的玉潔執行長 當初怎麼會本身這個運動這個部分 怎麼會想說跟著一起做一些結合這樣子 我想我的經驗可能是 應該也是很多人一樣的經驗 就是花了很多錢 去抱著健身房 然後總共去了三次 我也是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就理解到 事實上大家越來越注意自己的健康 那麼也知道運動很重要 可是事實上這個反人性的行為 常常讓你很難去完成 所以我們當時在想 有沒有什麼可以 用經濟方便有效好玩的方式 能夠讓你做運動 可以解除這種在空間跟時間上的阻礙 那所以呢 我們翻來覆去之後 解決的方法 事實上就是把運動遊戲化 把運動遊戲化之後呢 大家就會 就會能夠 至少它那個traction就會開始出現 但是運動遊戲化有出現一個問題 設備很貴 對吧 你的這個成本很高 你隨便買一個Xbox 你買一個Miro 買一個Peleton 隨便都要好幾萬 對 是吧 那這怎麼解決呢 技術的問題就可以解決 是吧 你用我們的雲端計算 你用人工智慧 事實上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的基礎上 才不斷的開發一代又一代的產品 到現在幾乎是 你幾乎是什麼都不用買 你就可以做到互動 遊戲化 然後很好玩的海量的課程 把全世界的教練邀請到平台上 給他們一個賦能的平台 讓他們把內容共享出來給所有的人 是 有互相的交流 而且有稱為我們健身界的那個Netflix 對不對 我看有課程超過800多堂 看到我都 事實上是大概1600多堂 1600多堂 哇塞太厲害了 我覺得我可以 跟你的身材 你應該也是有在運動 搞不好 我覺得都可以互相交流到 每天玩一種 每天玩一種 用遊戲真的會 讓人家會鍛鍊起來 他會更有興趣 因為不是那麼的估乏 而且又有遊戲的競賽 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非常的棒 因為這是一個 人性的本性的需求 你說 遊戲也不只是年輕人 我爸爸 他也想要跟我叔叔比一比 對吧 他就是練個太極 他也可以說 我的姿勢比你正確 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都是 把一些人性的需求 揉到運動裡面去 這樣才有真正的辦法普及化 所以普會到所有的大眾 沒錯 然後把成本 控制在非常非常非常低的一個 進入門檻 對 而且等於是一個手機 我們就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去拿著 我們可以發現到 我們今天三個的好物 其實互相可以一起連結 有關聯性 怎麼說 我們如果健身玩的時候 也許會需要一個 很好的空氣的品質 這時候就可以搭配到 我們的空氣先進劑 同時在這時候 我們的體溫 這個部分要去偵測它 對不對 那我們就可以配合到 我們的Gland這樣子的體溫器 所以我發現到今天 的的確確這三個好物 也解決到我們所謂的 生活防疫的一些解決方案 也給大家一個很好的示範 所以我們也希望接下來 我們如果想要優惠的朋友們 趕快到我們的留言區留言 那麼我相信 我們大家可以透過今天的節目 拿到最好的一個價格 同時我們今天 我們的TTA新創好物開箱 也成功啦 所以也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陳飛鴻 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好物 能夠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今天是男團喔 那如果這樣我就說 我們就期待更多的好物 跟大家一起見面 然後我要說 我們是TTA嗎 我們是TTA嗎 這樣子嗎 這樣子嗎 可以嗎大家 我要大家一起來做個男團一下 我需要把手勢講出來還是我不用 我說今天 我說秀這個手勢啊 好 所以這個是隨便 我們這個只是花絮而已 這個只是花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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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花絮這個沒有 OKOK 我以為是要那個 OKOK 這個只是花絮用的 還好 我以為是只有一個ending 我們就邊做邊那個 好來吧 我們今天呢 TTA新創毫無開箱第一集 來 TTA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好 TTA男團 謝謝 Made in Taiwan 哈哈